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2月20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违约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看几条房企的消息 首先一个啊,新浪财经啊 还有很多媒体报道啊 说这个龙湖集团已提前偿还 20亿港元银团贷款 有接近龙湖集团的知情人士表示 该消息属实 该银团贷款总额153亿港元 2024年1月到期 龙湖集团此前已偿还133亿港元 本次偿还后 该笔贷款已全部提前还清 这个怎么理解呢 首先肯定是好事啊 得房企来说啊 他能提前把贷款给还上 这是好事啊 但是我想啊 这就和广大的韭菜业主 提前还贷款也有相似之处啊 就是说原来贷款利息太高嘛 他现在或许啊 找到了便宜的资金 现在这个央行、金管局啊 还有各大金融机构 不都对这些没有暴雷的房企 要特别优待吗 在这种情况下 说不定他找到了一些便宜的贷款 那他有便宜的贷款 那他就把这个 把他置换出来 他通过他的运作啊 把这利息高的给他还掉 这是一种可能啊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去年啊 币国员爆雷之前 那币国员也是不停的在秀钱包啊 在秀鸡肉啊 对吧 他很有钱 那占上还一千多亿 银行还给他收信几百亿 不停的秀 但结局呢 所以说啊 这个房企到底安全不安全 不在乎这个金融机构怎么看的 不在乎他目前占上还有多少钱 最主要的是看 韭菜愿不愿意卖房 咱们说一千到一万 你东西能卖得出去 你没毛病 哪怕你亏损打折 赔点钱卖出去 这都没毛病 你东西卖不出去 你再有钱 你也扛不住 这个道理大家很容易懂啊 就是他即便他本身有钱 然后外界 还愿意借钱给他 只要他东西卖不出去 那你说 你借的钱不都要还吗 今年不还明年还 明年不还后年还 这利息 对吧 这人吃马喝的费用 哪能扛得住啊 所以根本啊 要向这个房企好转起来 就是看韭菜 韭菜踊跃去买房 这房企 他就缓解 所以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已经不是说什么央行 金融机构 金管局说见死不救 说证监会见死不救 不是这样的 即便让他去融资 又能怎么样 韭菜没有钱 韭菜不愿意买房子 韭菜对未来预期不好 韭菜现在收入不好啊 这是事实啊 房价你能稳在这儿 没毛病 就是预期稳住了 你房价不跌 其实也是好事 没有一个人买了房子之后 希望自己房子跌的 所以说把房价稳在这儿 这是合理的 但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让韭菜的收入要上涨 韭菜对未来预期要好 这样的话 韭菜就会去买房 韭菜把房子一买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看晚上有川言呢 说万达的一个前 董事 还是个监事 失联了 有各种各样的川言 这个我没有去了解啊 这些川文其实意义不大 这王老板安全的就行 你其他的人 谁知道的是怎么回事 拔出萝卜带出泥 目前房地产是这么个情况 出什么事 都是不见外 所以又是川文 然后又是辟谣 搞了搞去的 没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作用 最终还是看王老板 他是什么个状态 行动自如 还是说他已经 怎么着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楼市低迷啊 对产业链上下游 影响非常大 这个大家都知道 恒大一爆雷以后啊 他上下游 很多公司 自己先破产重振 都是被恒大拖累 但是有一些企业 虽然没有爆雷 虽然没有破产 但是他受 房地产行业影响 这是房地产的上下游啊 你比如说啊 小家电空调 这就是个显著特征 为什么作为这个空调行业的佼佼者 格力电器啊 这个格力 它是股价一直在下跌 就是受房地产脱累 新房子卖不出去啊 二十房也卖不动 都卖不动 那谁要空调呢 所以啊 最近这个格力电器的啊 股价是沉压 这也能说明啊 这个为什么格力电器的董明珠啊 最近这个舆论啊 非常反常 首先是批评这个孟宇童 说现在的大学生不能只为了钱 要有理想等等啊 要为企业奉献 据说他还说了 这个以后啊 他要求这个立法 对那些在这公司干了一段时间 然后辞职的人要赔偿 给公司赔偿 为什么呢 理由就是公司培养了你 结果你走了 你到别的公司去 那就培养费 这是要成本的 所以啊 要立法 要赔偿 要禁止这种行为 他的这言论 本身没什么值得讨论的 大家自由判断 我说的是 他为什么最近这么反常 我看了一下之后发现 格力 他的市值一直在下降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当年啊 这个珠海国字委 从格力电器退出啊 然后他们管理层 加上这个私募 基金管理公司把它接下来 那这个估计是 现在也在爆雷边缘 因为这钱都是募集来的 它不是自有资金啊 募集来的钱 你现在要兑付 你现在赔了多少了 那这些机构 这些基金 私募 能进来 那肯定跟这个控制人 跟这个董明珠之间 是有某些协议的 要不然人家怎么敢进来 进来之后 你要有对赌 对吧 你能保证这股价 怎么样涨 你能保证市值是多少 我想啊 应该有类似的这种安排 否则的话 私募不敢私变金啊 几百亿啊 那现在他这个股价走势 那肯定是压力重重 人焦虑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格力电机好像投资了这个 珠海什么银龙 就是行动员汽车啊 行动员 是多少亿 把人家收购了 成债是收购 这个成债是收购 非常麻烦 这个咱们以前一直在说啊 成债是收购 就是你把这个企业 整个的买下来 不贵 五个亿 十个亿 二十个亿 甚至一块钱 你可以把它买下来 但是啊 你不知道他付了多少债 他这个大窟窿 你把它买了之后 你得负责填 这个大窟窿你看不见 尤其是民营企业 尤其是非三十公司 他那后面窟窿 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谁也不知道 因为他财务又不对外披露 又没有第三方审计 即便有第三方审计 人家可以随便审计 不用担责任的 你报告可以买 那你说你这收购 这后面窟窿多大 谁不知道 我看了一下 格力电机今天发的公告 也是关联交易 具体的内容 我们也太仔细看 总之啊 他肯定受这个拖累 那就是在几个压力之下 一个这个房地产不行 本身主营业务业绩 是在下行 估值 市值下行 这是压力啊 第二个他涉足新能源这边 恐怕没有达到预期 这可能还受拖累 还要往里垫钱 还有填那坑 投资者不看好了 所以说这个沉压 所以才会有董明珠 这个一些比较过激的啊 这些言论 这大家就能理解了 谁都不轻松啊 五年前 董明珠和这个王老板俩 那是谈笑风生啊 给五个亿 那这小事啊 拿去花 赔了也能怎么样 董明珠跟雷军俩打赌 十个亿 我要造手机 那那个时候都是挥斥方球啊 那小意思啊 真的是小目标 现在你看看 输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啊 王老板也是身陷淋 这个董老板 看案子也好不了多少 要不然不会这么 逮着给小姑娘 使劲的批评 压力都大 昨天是首富 今天就变成首富 正富的富啊 这个车远了啊 我们再看看 这个各地 楼市的一个情况 首先是这个北京上海啊 放开限购 就是放松这个房地产政策之后啊 有些什么变化 这个北京三报报道啊 说北京新房市场年末撬尾 北京有人两天卖了二十多套房 随着年底的临近 北京楼市也进入了冲刺阶段 近日北京调整优化住房政策 涉及降低首付款比例 延长贷款年限 下调房贷利率 优化普宅标准等 力度之大 超出市场预期 北京商报记者 于近期走访 北京在售楼旁发现 寒冷天气 未能阻挡购房者的热情 失楼处 人身顶费 再次回归 各大在售项目 在到访及成交额 颇为喜人 有人两天卖了二十多套 全员取消年底休假 更是常态 受新政影响 北京新房市场年末撬尾 成为众多一线营销人员的一致判断 那么这部年末撬尾行情 是否会延续到2024年的小阳春 这是喜报啊 好消息啊 北京市年末撬尾行情 严寒的天气 未能阻挡购房者的热情 这是好消息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看这个凤凰网北京站报道 他说 地块日冷 仅一家房企报名 朱新庄新地块悬念已定 他说朱新庄 一个从不会让北京楼市失望的板块 回顾一季度 朱新庄板块先后贡献了两宗热门地块 幸运之神 眷顾的月秀与大华 首开 均实现热销 大肠其中甜头 年末 备受关注的朱新庄板块 再次供出重磅优质地块 无论地理位置 还是地块规模 如此前两宗相比 又过之而无不及 截至2023年12月19日17点 报名皆知 朱新庄0022 0027等地块 仅有中海加未来科学城 联合体一家报名 大概率将地价成交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地方以前是大热门是王炸 从来不让北京楼市失望的地块 这次推出一块比以前位置更好 叫重磅优质地块 结果啊 这一家报名 一边是商品房 叫年尾撬尾行情 一边是地块 对吧 这个优质地块 遇冷 这什么意思 一边是海水 一边是火焰 我们再看看 今天啊 网传海南楼市政策松绑 当地住监厅回应 这个云财经啊 一份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调供政策的通知 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 通知中提到了个人住房贷款中 关于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调整 以及降低存量手套住房贷款利率 不同场购户中的贷押过户政策 二手房交易转让年限 人才购房政策等方面的调整 此外 通知还涉及增加多行 叫二孩及以上 家庭购买商品住房套数的政策调整 比如这一消息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相关通知 具体政策以官方网站通知为准 我们不清楚其他渠道的消息来源 这网上传海南啊 又放松宣购 结果这个记者啊 打到海南的住间厅去求证 人家说不知道 谣言恐怕是谣言领先的运言 有可能是放风 看看市场反应 也有可能就是中介啊 编造的 像制造焦虑 让大家赶紧去买房 我想啊 这个时候海南楼市政策放松 能起多大效果呢 放不放松 松不松吧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对地方这种旧事啊 还搞这种油爆琵琶 搬折面 这个时候啊 只会加大韭菜的观望 它跟善长的时候不一样 这个楼市善长的时候啊 你任何小道消息 只会让它快速善长 好消息它也涨 坏消息它涨得更快 这个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是大家心这个固定思维啊 就是这个楼市涨的时候啊 如果说出限购 那更得涨啊 你看都限购了 它能不涨吗 都不让你买了 你再不买来不及了 所以更得涨 有人就要去抢 交易反而活跃 如果说放开 那更得去买了 对吧 这是善长的形式下 就这么个逻辑 下跌的时候啊 你什么政策 越出 大家越观望 总觉得你后面还有啊 招什么急呢 后面还有政策 所以说咱们俗话说 叫追涨杀跌啊 它不是空穴来风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 今天啊 第一财经 它有个报道 就关于惠州楼市 看看惠州楼市啊 有多惨 它的名字标题就叫 调查惠州海警房寒潮 那这不就是惨吗 寒潮啊 它说五折随险 15万可买入门级房源 15万你就可以实践你 这个别墅靠海 当然了不是别墅 反正是套房子靠海 你看啊 它这文章这么说的 叫推窗见海 庇护挺潮 这样的海边生活 是大城市的人们 在房忙生活之余 所梦想的 因此 在深圳 有这样一个现象 周五下班之后 前往东部的公路上 排起车队长龙 尽管如此 人们依旧期待 在海边度过一个 轻松的周末 因为海滨资源有限 外溢的需求 让惠州东部的海滨小城 惠东县也防荣起来 惠东县距离深圳市 罗湖区 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海岸线上分布着 双越湾 十里银滩 亚婆角 等多个著名海滨风景区 官方数据显示 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 惠东县滨海区 接待了67万名游客 节日期间 因滨海区 游客较多 惠东县旅游局 还曾劝导游客 错峰出行 前往惠东的其他景点 丰富的海滨资源 也吸引了不少开发商的到来 碧桂园 金融间 河镇 富丽 万科 星河等 房企开发的 大型综合旅游项目 在海岸线上 依次排开 惠东县的海景房 可谓宏极一时 2011年 碧桂园十里银摊 首次开盘当天就卖了4000套 不少人不惜花费百万元购置海景房 以期在炎炎夏日带上一家人去度假 抑或是在将来运入养老 再不计也能租出去 不过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身在城市的人们工作防茫 一年能去几次 另外海边的潮湿 真的适合养老吗 房子一个月租金 真的能达到那么高吗 购房者买房时 或许没有考虑那么多 只有等到卖房时 才感觉到心酸心累 如今 在惠东海边 不到15万元 就可以买一套住宅 二手房 打折卖 已经是普遍现象 而真正想要卖出去 五折 似乎已经是标配 除了把价格降到位 卖房还要花点心思 有房产中间 为了帮业主卖房 直接在阳台上拉起红色的横幅 明确表示 业主急卖 购买海景房的人们 惠州海景资源较丰富 大雅湾 黄金海岸 有着东方小语的称号 再加上距离深圳较近 相比深圳的高房价 单价一万元 每平米的左右的海景房 自然有市场 为什么来惠州 因为深圳房价太贵 那时 深圳的房价 一个平方 也要三四万 惠州海景房 只要一万左右 王芳是惠州海边 一名房产中介 2015年底 因为买不起深圳的住宅 他来到惠州 以九千元 每平米的价格 买下一套海景房 如今 王芳一家 已经在惠州海边 生活了八年 车牌依旧还是深圳的 像王芳这样 长期在惠州海边 生活的人并不多 他表示 不少人是买了度假 或者给老人养老的 购房人群中 深圳人较多 从现在购房群体来看 香港人也是惠州海景房的主要客源 今年通关之后 交通也更加便捷 开发商特意增加了楼八专线 香港人从福田口岸 楼湖口岸 连潭口岸 过关之后 就可以乘坐楼八 沿着海岸线 一个半小时 将能直达惠州东部的海景房 坐巴士过来的大部分人 都是香港人 深圳业主 几乎都是开车来的 一名房产销售 对第一财经表示 疫情期间减少了半次 今年通关之后 就恢复了正常 早上六点至晚上九点 几乎每个小时 都有一班车 工作日中午 第一财经记者 从深圳罗湖 乘坐楼八 连潭口岸上车的人 较多 大多为 说着粤语的老年人 我之前来过 今天带他来看看 走访期间 记者就遇到一类 从香港来的老年夫妇 因为他们的朋友 早年在惠州海边 买了海景房 这次前来却专程看楼 从当前在售的新房项目来看 碧果园十里阴滩片区 维杆汪项目 一线海景房已经卖完 再卖的为二线海景房 靠山县房交付 均价为七千元 每平方米左右 例如一套在售的 八十平方米的二线海景房 可以看见海 夸号 总价五十三万元 单价六千六百二十五元 每平米 现在开发商搞活动 还可以免费送一套家具 房产销售称啊 2018年首次开盘时日 维杆湾一线海景房 均价在1.6万元 每平方米左右 二线海景房 开盘价在1.25万元 每平米左右 相比之下 如今的二线海景房 价格已经有所下跌 二手房业主的心酸不过 相比如新房 对于购房者来说 惠州海边的二手房 更具新价格 则在惠东海边的街道上 除了一些吃食小店 随处可见的还有房产中介门店 门口青一色的立着广告牌 上面写着在售二手房源信息 有待小区大门口 也有类似的牌子 两房三房户型总价 二十到五十万不得 在惠州海边 即使是租房也很便宜 对于度假的人来说 租房似乎比买房更划算 套用这个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叫不是房子买不起 租房更有性价比 房产中介平台上 不看海的三十两厅整租 租金低至七百元每月 有的看海的粮食一厅 租金也仅有七百元每月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他说惠州海景房价格下跌 已经不是不争的事实 安居客的平台数据显示 目前十里银摊所在的 二手房挂牌均价 六千八百一十四元每平方米 较2020年7月的高点 1.1万元每平方米 下跌幅度约36% 终止研究院华南分院 总经理杨婚侠 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目前惠州新房库存 除高位去化压力较大 据终止数据 截至今年十月末 惠州海景房 相对集中的惠阳区惠东县 两个区域新房库存量 高达606万平方米 去化周期超过25个月 近两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 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 预期不明朗 惠州海景房成交量 也持续走弱 房地产开发商企业 为加快项目去化 加速销售汇款 多采取降价销售的策略 杨红霞表示 由于购买海景房的人群投资需求较多 受经济及市场环境变化影响更为明显 对价格敏感度更高 导致房企需要更大的降价幅度 才能促进项目去化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员李宇佳对第一财经表示 购房者在海边买房 一方面比较关注机场高铁等公共交通 另外也比较关注海景房项目周边的配套措施 以及项目是不是存在同质化竞争 目前惠州海景房这几个问题都有待提升 公共交通不变 确实是惠州海景房的痛点 今年7月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 建议碧桂园十里银滩开通到高铁站的直达巴士 对此官方回复称 由于碧桂园十里银滩片区 前往惠东南站和惠安站受季节性影响较大 客源少且不稳定 相关公交客运企业没有开通该运营线路的规划 相关客运线路正在开展调研工作 另外今年2月 还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 高铁站巴士少 开车频率低 建议分淡忘记运营 忘记增加运力 提升惠东高铁站的运力 对此官方回复提及 惠东站到十里银滩公交线路 由两家公交企业共同经营 该公交线路近几年 因经营困难 公交企业减少了班子和车辆 以维持群众基本出行需求 杨凤霞表示 购房者在购买海景房子 首先要充分了解 资深购房的目的与需求 综合考虑房子的交通便利度 生活配套 租金回报率 持有成本 未来房价变化 出售等因素 其次 购房者需在购房前了解 清楚项目 楼洞所在的位置 以及距离海滨的距离 部分主打海景的新房项目 由于楼洞朝向等差异 景观资源也存在差异 需要陷入消失人员 沟通确认 这个惠东的房子 五折开卖 这个别的不说 至少说明碧果园在这的项目 难度有多大 这个十里银汤是碧果园在这开发 怎么卖 现在已经六千多亿平米 就这个还卖不掉 这只是碧果园众多项目中的一个 可见碧果园的困境 就很难说立即改善 就他的这些项目 恐怕都不太好卖 你借钱贷款 把它盖完了 你卖不掉 那怎么办 贷款还是还不上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这个是澎湃财经报道的 香港特区政府 19日公布 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重启暂停8年的投资移民 预计明年年中正式推出并接受申请 据香港新岛日报网报道 新计划要求申请人 在提出申请的前两年内 所有时间拥有不少 3000万元港币的金资产 或许投资资产包括股票 债务证券 存款证 及非住宅房地产等 涉及2700万港元 其中投资在非住宅房地产的资金上限为1000万元港元 投资者需向计划新设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投资组合投资300万港元 以支持香港创新及科技行业和其他重点行业发展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包括外国国民 中国籍已取得外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士 澳门居民及台湾居民 申请人及受养人 如在港连续通常居住不少如7年 可依法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若未能符合在港连续通常居住的规定 但连续符合新计划财务规定 不少如7年可申请在港无条件限制逗留 申请获批后申请人可自由处置其投资的资产 这里重点是他暂停了8年的投资移民 现在又重开 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 我只说去香港投资移民的 什么地方人多啊 大陆的 所以说你抛掉其他的什么 浪迹八糟的因素 香港这个时候重启投资移民 说白了就跟武汉杭州放开限购是一个道理 是在割为数不多的优质韭菜 只不过他的门槛稍微高一点 连香港都要靠这个去吸引 更多人去给他接盘 那我判断啊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一线城市 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恐怕也扛不住 也要放宽这个购房的门槛 或者是落户的门槛 要不然这个优质韭菜 它本身就不多啊 它被逼无奈 只好投资香港去了 说来说去啊 都是在抢优质韭菜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